好那我們就開始今天晚上的哲學星期五 歡迎各位朋友來哲學星期五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場合 因為我們邀請到的三位講者 都是目前在現場的在實務的司法官 包含兩位法官以及一位檢察官 所以呢今天很難得啦 因為平常在司法體系裡面 他們都其實扮演某種程度的權威者的角色 那今天站在一個公共論壇在哲學星期五 我們最後也保留很多的時間讓各位提問 各位對於我們在司法體系裡面的一些比較常見的問題 其實都可以提出來請教我們這三位非常優秀 而且很年輕的司法官 好那我們今天一開始先請教三位一個問題 因為這三位司法官呢 非常年輕非常優秀非常有理想性 他們除了自己公務之外 他們也從事很多的社會的倡議活動 以及他們自己在粉絲也經營自己的粉專 所以他們本來就很積極想要跟社會的對話 那我想先請第一位 我們今天毛松廷法官 那跟我們介紹一下他在法官改革司法連線 這是什麼樣的組織 然後為什麼要參與這樣的活動 那你的一些心路歷程到底是什麼 可不可以跟我們簡單介紹 讓大家瞭解你這個人 以及你在做的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 好不好 我們一起歡迎毛法官 請教教老師 我們現在開始有幾分鐘的時間 OK 好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能夠到台北哲武來做分享 那跟哲武也算是結下不解之遠 因為大概幾個禮拜前也才在宜蘭哲武有做分享 那首先呢我必須跟大家說 就是說其實各位今天抱著這麼多的那個興趣 或者是好奇心來到現場 其實各位都可以仔細的看 其實身為我們司法官的一員 不管是法官或是檢察官 各位可能在電視上面看到都高高在上 或者是各位可能也聽過 法官、檢察官都在從事所謂神的工作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坐在台上的我們 其實就跟台下的各位一模一樣 我們也是人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首先呢我們在開始以前 就是希望我們之間都不要有距離 所以大家能夠就是待會在交流的時間 都能夠盡情的提出來之無不言 那首先呢我想就是回答 剛剛有提到了很多的這個疑問 就是說為什麼要跟社會對話 那在我開始講法改思的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我想我就不知道順序 我們用很快的方式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這個內容 那首先我想各位民眾 就是各位朋友看到司法新聞 可能在媒體上很大的篇幅 就是那個關於為什麼很罪大惡疾的人 都沒有判死刑 那類似這樣的新聞 其實大家不管在新聞網站底下留言板 或者是在那個臉書或者是PTT 或者是Mobiling這種各種論壇上 可能都可以看到類似這個文 這樣的這個說法 比如說那個不想花錢養爛人 要法官自己帶回家養 或者是那個要法官好好想想 或是如果被害人家屬是法官怎麼樣 然後恐龍法官如何如何 類似這樣的其實還蠻多的 只要任何一個新聞 只要大家覺得說這個人很可惡 特別是他如果犯下了 就是剝奪別人性命的這種犯罪 比如說殺人案件等等 大概下面會看到這些留言 都是正常的能量釋放 沒有看到才真的是新聞 就譬如說對不對 要納稅人養廢物法官 或是台灣的法官被歹徒叫化了 或是說沒殺到法官的家人 都還有叫化可能 畜生可以吃恐龍法官 只會污染地球 什麼什麼的 類似這樣的不一而煮 像我們在PTT也是一樣 對於這個被告沒有被判死刑 所以鄉民就發揮了無限的創意 說沒有被判死刑的被告 應該禁私改惠 對不對 國家不該浪費人才嗎 或是說直接XXX 希望台灣法官都被IS炸死 或是XXX先殺法官 我想這可能也是 蠻多朋友在你的生活周遭 也都可以聽到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從事這個工作 我從事這個工作也已經八年了 那如果再加上受訓兩年的話 事實上我踏入這個職場已經十年了 那這十年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不經省思 包括我或是我身邊的同事 不管比較資深的或資淺 就在想說 我們真的是恐龍嗎 對不對 那從新聞媒體上面來看 那人民最有感的司法民怨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這邊說的良刑 就是大家覺得判太輕 或者是判太重 而且通常覺得判太輕的這個case 是比較多的 那什麼案件判太輕 會讓大家覺得罪憤怒呢 大概就是死刑的這個議題 就如同剛剛demo給各位看的一樣 那即使是這幾天 譬如說有一個計程車司機 招砍多刀也是免死 我想這個 大家在網路上都看到很多 這邊就不摘入 那除了死刑的案件以外 事實上別的案件 除了刑事案件以外 也會引起民眾的這個憤怒 我們來看一下 譬如說前幾天有一個新聞 各位可能也有注意到 最高法院的判決說 重大的這個醫療疏失 要由醫生來盡這個舉證責任 所以舉證責任原則上要轉換 由被告的醫生來舉證 那看網路上的民眾怎麼說啊 民眾說法官要先刮自己的鬍子啊 然後就提到 叫化可能性 這幾個關鍵字就出來 然後 所以 各位可以看看民眾的這個想要 有沒有 就是想找查人可以利用 對醫療人員不利的這個規則 進行騷擾等等 所以其實 一般社會上很多朋友 看到類似的司法新聞 其實他所呈現出來 好像就是覺得司法不持人間煙火 然後司法都處處在為難大家 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如果各位 這幾天有上PTT八卦版 可能就知道 這幾天幾個熱門的議題 就是說 文主怎麼樣戰勝第三類主 就是當法官 對不對 當法官就可以KO醫師了嘛 對不對 那所以 對不對 那像這個案 對不對 那個PTT 各位可以看一下 所有鄉民的留言 基本上 可能都沒有 看到我們這個判決書 就是按照媒體 非常直觀 然後再做一些 認為說 法官這個 官官相互 因為提告人是法官 所以 就對醫生 擺辦 那個靜 苛刻之能事 這樣子 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嗎 因為從我們工作 這麼多年來 一直都有這樣的感受 就是說為什麼社會都不了解我們 像這是比較久以前的案子也是一樣 讓非常多基層的警銷人員 非常的覺得不滿 說為什麼 這個 他明明自己違規上山 然後收救沒有成功 結果竟然還要國家賠償 那包括這個知名的警大退休教授 也有 那個發表意見 那 也有在 那個 網路上 對不對 又是PTT 對不對 連法官這個 一試法官九試牛 都出來 做了一輩子法官 就要做九輩子牛來還 所以 真的是 很可怕 或者是三難救不到賠 生病醫不好賠 為什麼司法都這樣 所以這邊就要講說 現代司法跟各位民眾所想的司法 可能是不一樣的 在我們現代法治國家裡面 法官是青天 但是不是包青天 各位 從小應該都看過包青天的節目 哪一位沒有看過可以舉個手 真的 不錯不錯 沒有受到這個古典司法小說的污染 那個 各位都知道 那個 有冤屈找包青天怎麼找 在外面擊鼓民冤嘛 對不對 你擊鼓民冤以後 誰出來受理你的案子 誰來聽你來控訴 包青天嘛 對不對 聽完以後怎麼做 找王朝馬漢 對不對 如果是厲害的被告 找斬招嘛 對不對 馬上去調查 然後把被告抓過來 抓過來以後 對不對 誰來詢問被告 還是他嘛 問完以後 誰來開庭 然後把被害人找來對職 還是他嘛 對不對 對職完了以後 覺得有罪 就怎麼樣 就開閘了嘛 對不對 所以從頭包到尾嘛 整個程序從頭包到尾 所以叫包工嘛 從一開始的警察局長開始嘛 一直到最後面的筷子手 都是他嘛 所以各位 我們可能 長久在這個華人文化的影響之下 對司法的想像 就是這樣子 比如說可能常常聽到一句話說 那個社會治安不好 法官也要負責任 可是我們如果在現在法治的這個觀念底下 其實就要想一想這句話 到底對還是不對 那這邊要強調就是說 法官是青天 所以如果沒有辦法做到青天 這樣一個標準的法官 我可以大膽講 這樣法官不合格 應該淘汰 但是呢 各位可不可以期待我們做包青天呢 等一下如果有時間 我們再繼續分享 那首先啦 就是說在講 我們整個司法大家覺得很不滿意的這個狀況之下 可能要先讓各位了解一下我們工作的這個狀況 那我們只先以民事案件跟刑事案件來看好了 這是103年跟104年的統計數據 那現在已經6月了 所以可能去年度2016年的統計數據就快要出來了 我們先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以總受理案件來講 民事案件103年104年大概都110幾萬件 那刑事案件大概也將近50萬件跟超過50萬件 那各位可以看在這些案件 包括舊的前一個年度留下來 或是這個年度新增 你看 以這個民事案件來講 當年度新增大概就100多萬件 那刑事案件也有40幾萬件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各位猜猜看我們全國法官 然後加起來不分審計 大概有多少人嗎 覺得有5000人的舉手好不好 好沒有 謝謝請放下 希望你當總統替我們增加原額 那覺得有3000人的有沒有請舉手 好謝謝請放下 還不到3000人 我們全國目前現役在職法官的人數 大概2000出頭 那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 全國的2000多人的法官 一年要消化掉 我們只看民刑事喔 對不對 我們就算110萬 加50萬就160萬 160萬除以大概 我們就以2000來算 各位可以算算看 一個法官一年要消化多少的案件 所以呢 就像各位有去醫院了解的一樣 目前我們有統計數據 但是我們可以再做查證 我們可以再做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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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我們當初也是懷抱這個初衷 那我們現在很高興的是 這個我們現在 有我們上級法院的那個法官 也已經開始做到我們所想像的這個願景 各位可能看到我們這四月底的新聞嗎 魏英聰的宣判 是由法官親自出來這個解說判決結果 他為什麼要這樣判 法官親自直播開記者會這樣 這是非常好的開始 像我們法改師就一直理想 希望重大案件的宣判 就能夠把它轉換成像賈伯斯庫克那樣對不對 心機發表會 穿著牛仔褲出來在牌上 秀非常生動 秀所有的這個細節 讓大家了解 當中有什麼 What's up What's new 對不對 我們也希望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法改師的初衷 又比如說看到這個新聞 各位可能也有 知道我們圍觀大樓倒塌的案件嗎 那個賴神也有表示一些意見 那賴神覺得說判太輕 可是事實上是怎麼樣 各位可以看到法條規定 最重就是五年 所以如果在沒有辦法加重的情況下 法官如果判超過五年 這個法官是違法的耶 對不對 這樣是不行的 所以其實 就是面對很多批評的時候 事實上可能法官或是法院 是需要做一些澄清的 那這些澄清的力道 在過去幾年算是相對的不足 所以大家才會在新聞看到 剛剛展示給各位看的這些留言 以及還有這個各個那個新聞 或者是名嘴的節目 各位可能都可以看到 有一個限時批 每天晚上大概都會批司法 那所以其實這個問題就是說 當司法承受的這個誤解太久 那然後當司法行政的主管當局 好像又沒有站在第一線法官的這個 政線上面來為法官 為這個判決向社會說明的時候 那身為基層的法官 我們可以怎麼做 才能夠讓自己的工作 不要成為好像一個污名 一個過街老鼠呢 就像很多司法官同仁 可能都有一個經驗 就是說搭計程車 那司機可能會跟你聊天嘛 問說你做什麼的 大概十個司法官 可能有九個都不敢直接說 我在做司法官 我可以跟各位坦誠以告 以前我也是這樣 但是就成立了法改寺以後 就覺得說不行 這是一個非常神聖 然後值得我畢生投入的工作 所以從成立法改寺以後 只要有任何人問我 我都大聲的說 不是林伯啦 就是我也是法官啦 嘿嘿 就是這樣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 就是說我們也許在社會上 大家對我們的認知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 既然這是我們當初選擇 願意投入的工作 我們自己先自重 我們先採取自立救濟的方法 像我們法改寺有一句slogan 就是自己的司法自己救 所以當新聞對司法有誤解 或者是判決引起社會的爭議 或者是又有些譬如說某些人 就跳出來說 法官都有幾%在收賄等等 如果官方沒有辦法即時來澄清的話 沒有關係 我們自己來澄清 我們自己說 也許我們的發聲的力道管道不是很多 但是我們就是努力 我們相信社會的各位朋友們是能夠 就是傾聽 然後能夠根據我們所提供的說法 來進行您自己理性的思辨 那理性思辨之後 如果您覺得我們講的有道理的話 那麼我就相信您是可以 對司法產生慢慢一點一滴的改變 所以這個就是回答各位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想要跟社會對話 就是因為有感於司法真的長久以來 在大家的這個眼中 已經不只是瞎子摸象 有人覺得司法初一十五不一樣 或者一下死了一下又復活了 可是呢甚至更多人覺得說 司法好像是怪獸是惡魔 是造成台灣社會這個不安 或者是阻擋進步 或者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力量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透過我們這種在 這個網路時代 能夠透過自己的 自己的小小的網路 小小的這個臉書的空間 能夠發生 能夠替司法 盡一份我們在工作之餘的這個力量 那首先我就大概先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時間再交換給我們老師 謝謝毛法官非常非常開放的跟我們分享他的心路歷程 今天這個有趣的機會 讓各位可以見證到這些第一線的年輕一輩的法官司法人員 司法官們他們怎麼看待自己的職業 他們怎麼樣的熱忱去改變目前的現狀 那我們第二位就請我們來自小頭地檢署的 鄭紫薇檢察官 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為什麼覺得 跟世衛對話很重要 然後他們自己有在經營一個粉絲的專業 叫做心事把筆記 那我們在座也有幾位朋友 平常也在follow這個心事把筆記 那我們一起掌聲歡迎鄭紫薇檢察官 各位夥伴大家晚安 非常非常感謝各位晚上願意 就是犧牲自己寶貴的那個週末的晚上的時間 來這邊跟大家討論台灣的司法 那我先講一下 我們其實事前有先講好說大家都不要做PPT 結果呢我後來覺得說我還是做一點點東西好了 但是我做到一半的時候呢 毛法官就跟我講說 蛤你這樣我壓力很大 我說好吧好吧那我不要繼續做好了 所以我的PPT呢只完成了一半 好所以等一下如果大家看到一片的空白的話 那就是聽我說就好了 好謝謝 那那個剛剛毛法官提的內容 雖然他用非常詭諧的語氣在說 但是其實那些內容我聽了都覺得蠻沉重的 因為對法官來說 一個案件到底要判什麼刑要判多久 其實那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掙扎 那對檢察官來說呢 我們反而是在那種殺人案件的時候 我們的壓力其實是在第一線的蒐證 那至於後續判斷要怎麼判斷的壓力呢 比較主要只用在法官 那我先講一下 為什麼會想要跟社會對話這件事情 其實我要先自首 就是呢 刑事法筆記這個粉絲頁不是我創的 我只是剛好被那個創那個粉絲頁的人呢 就是拉進來 大家一起經營這個粉絲頁 那其實粉絲頁裡面有90%以上的文章 都不是我PO的 所以我必須要先自首這件事情 那但是我有問過就是創粉絲頁的人 他的初衷是什麼 那他有跟我說呢 其實他一開始就是在我啊 還有在我們另外幾位朋友的臉書上面 他看到了一些文章 他覺得好可惜喔 如果只有好朋友看到 他覺得蠻可惜的 所以他想要創一個粉絲頁 讓這些文章能夠讓更多的人看到 那我現在其實有點想不起來 他到底是看到了什麼文章 但是他可能是 可能是我 例如說我辦了某一個毒品案件 然後我可能對毒品案件現在的做法 有一點想法的時候 我就把它寫在我的臉書上面 那為什麼要用粉絲頁的這個形式呢 其實或許大家會想說 那我幹嘛不貼我自己的臉書就好了 我為什麼要特地去搞一個粉絲頁 那其實這個要涉及到 檢察官跟法官的那個職業的生態 因為大家有聽過一個詞叫做法官不語嗎 法官不語 其實法官不語這句話 他原本的意思是說 法官呢他對於個案的意見 他全部都要在判決書裡面呈現 就是說法官認為這個案件應該要怎麼判 他怎麼樣 他認為這個證據呢 能不能證明這件事情 還有他認為這個行為到底構成什麼法律呢 法官應該要寫在判決書 但是呢當他寫完判決書之後 他就不能對外再表示任何的意見 因為你該寫的東西應該都要在判決書呈現啊 如果你又去外面對個案又講了什麼意見 那不是就可能會影響司法公正嘛 所以法官不語這個詞彙其實一直都存在 不管是檢察官或法官的心中 那檢察官又另外有偵查不公開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偵查不公開這個詞彙 這個詞彙最近也蠻紅的 等一下或許我們有時間可以來討論一下 所以偵查不公開 檢察官他不能針對任何他在偵辦中的案件 洩漏任何的資料 所以有的時候就會遇到一種情況啊 其實我們在辦案的過程當中啊 我覺得某一種情況應該要去改善 可是我不知道要找誰講 例如說舉例而言我辦一個毒品案件 大家知道現在吸毒的人 如果被抓到他會面臨什麼後果嗎 我們這位學妹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認真的在研究 我在讀大三的時候完全不知道這件事耶 我是做檢察官之後我才知道 原來吸毒的人第一次要先樂界 樂界就是說因為重點是戒毒嘛 所以就送去樂界所戒毒 那現在有另外一個制度叫做還起訴 就是說請他去醫院戒毒 因為有些人可能他吸毒 但他沒有去犯其他的罪啊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只要他能夠戒掉毒品 他對這個社會的危害性就不會那麼大了嘛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他可以把毒品戒掉 好那他就去醫院做 做這個戒癮治療 戒癮治療 那問題是這個戒癮治療呢 要他自費 要他自費 但是有的時候這些人他們錢付不出來啊 付不出來怎麼辦 他就只好去關了 可是我們現在關在裡面的人呢 就是只是關個一個月 但是沒有做任何的治療 他出來還是繼續用 所以例如說像我們在做個案 例如說我們在辦案的時候 有些意見啊實在是覺得說 好像應該要讓社會大眾知道說 現在的困境在哪裡 然後看是不是能夠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來去改變這個狀況 那可是問題是 如果我在我個人的臉書上寫 可能可能例如說 我又寫了一個個案怎麼樣怎麼樣 或者是我寫了這個狀況的時候 會不會引起 例如說長官啦 目前我是沒有被長官關鍵過 我沒有我沒有我澄清了 但是如果會不會長官說 你怎麼在你的個人臉書上面去評論案件呢 我說我沒有評論 我只是想要點出一個現象 那可能就會有這樣的壓力 或者會是其他的那個 例如說同業啊 然後就是會說 你這個這樣的做法會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所以為了避免這樣的一個質疑啊 所以有的時候就會直接用粉絲頁的方式 那粉絲頁的方式主要就是 他不會知道到底這篇文章是誰寫的 那大家就可以比較聚焦在議題本身 而不是聚焦在寫這個文章的人 所以這是我覺得粉絲頁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功能啦 功能 但是這個刑事法筆記這個粉絲頁 也倒是沒有這麼深刻的一個想法 也沒有像法改司一樣有這麼明確的目標 就是希望改革 那其實刑事法筆記就比較有點類似是 私人分享那個一些法律見解的原地 像我們這位主要的小編呢 他最近呢對美國法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他就破了很多美國法的東西啊 還有一些美國影集的東西 跟法律有關係的 所以主要就是也可以讓有訂閱這個粉絲頁的人 知道一些法律知識 一些有趣的法律知識 好 那其實我個人呢 我個人怎麼跟社會對話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的一份子啊 我也是社會的一份子啊 對於我不熟悉的領域 我也是要去跟專家對話 所以像我們常常 我們那個地檢有安排跟高雄長根醫院 還有跟高醫 就是交流 那我們甚至會去醫院 然後跟醫生的門診 去看醫生他們到底一天要看多少個病人 哇 他們從下午兩點開始的門診 你猜他們要看到幾點 他們可能要看到晚上八點才把所有的病人看完耶 可能有兩百個人要給他看 那所以就有點類似我們的處境啊 我們的案件 案件數量 欸 大家知道 剛剛那個毛法官有分享法官的案件數量嗎 那大家猜猜看檢察官一個月收幾個新的案件 八九十件 八九十件 一百二十 但你們一開始就猜這麼高 後面就很難切下去 哈哈 為什麼同學會知道是八九十件 太好了 所以我們那個有成功 唯電影是我以前的同事拍 各位有看過嗎 欸 我覺得我好像 好 這個場合 這個場合就不浪費大家的時間 大家回去可以搜尋一下YouTuber 有一位高雄地檢的檢察官 他自費 自套藥包拍了一部為電影叫做 你所不知道的檢察官 然後他前面的第一段呢 他就說 檢察官 我們這個月收了二十件喔 然後 然後才月初就收了二十件這樣子 一個月大概的確 多的話會到八九十件 少的話大概六七十件 這樣子 新的案件 例如說一個人去吸毒就是一個案件 一個人去打人也是一個案件 很多個人一起去打一個人是幾個案件 也是一個案件 很多個人經營一個詐騙集團的機訪 是幾個案件 也是一個案件 所以我們一個月要收六七十件 那六七十件的話 下個月也是一樣收六七十件 所以我們每個月呢 每個月的月初就會收到一張報表 就很像我們那個以前念書的時候 收到一張成績單 那張報表上面就會寫 每個檢察官 這個月收了幾件 然後呢 他結了幾件 他還剩下幾件 然後 就很像你收到成績單 現在可能國高中的成績單 都不會把全班的那個成績寫出來 我們是一看就知道 誰現在全屬剩最多件 有的 有多的話可能會到一百五 甚至兩百 就是你身上同時有兩百個案件要處理 那 所以說我們一個月如果不截掉六十件的話 案件就 那個數量就會一直往上一直往上 就會形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那我後來又去算了一下 就是到底我們能夠 平均一個案件到底花多少時間去處理 因為那個 有律師質疑說 為什麼我們開庭的時間這麼短 就是都不讓當事人暢所欲言 可是我大概算了一下 就是以那個平均一天八個小時的工時 然後再加上那個 我們加班費的上限 一個月最多只能報二十小時的加班 如果全部加起來的話 然後去處理案件的數量 平均一個案件大概只有兩到三個小時去處理 那我們一個案件從收案開始 我們要先看卷宗嘛 然後看完卷宗之後呢 我們要訂庭期 然後我們要開庭 那有時候可能問被告 問告訴人 然後可能還要問證人 所以我們開一個庭的話 大概少的話大概十幾二十分鐘 多的話可能要開到一兩個小時 那開完庭之後 我們可能還要再調一些證據啊 例如說那個告訴人來就講說 幫我調那個 幫我調那個 地震事務所的土地登記成本 例如說這樣 那我們就還要再發函去請地震事務所提供 那又會拖到一些時間 那最後當我們 最後決定要起訴或不起訴的時候 我們還要寫一個起訴書 或是不起訴處分書 那通常寫這個書類的話 短的話大概十幾二十分鐘 但長的話可能要寫 兩個小時甚至一整天 看案件的大小 所以一個案件呢 通常不太可能兩個小時或三個小時 就能夠處理完 所以大家都會一直加班一直加班 這個加班就變成了那個常態 如果想要多聽一點 多聽一點那個當事人講話的話 那就會擠壓到可能辦其他案件的時間啊 或者是這個案件寫書類的時間 我有點扯遠了 但我接下來就想要分享一下說 為什麼要跟社會對話 就是說 為什麼要 像現在坐在前面要跟大家聊 司法的運作 第一個原因是 有些媒體的報導 就像剛剛有幾位公民老師提到說 有些媒體的報導 是不是有些錯誤 然後我想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剛剛那位公民老師 就是有提到說媒體報導有錯誤 請問你是看到哪個具體的報導 你覺得它有錯誤嗎 就像是那個 他們會用一個公訴罪的詞 那我們就必須要去澄清這個專用名詞 類似這樣子 因為我們要講非告訴乃論跟告訴乃論的差別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引用媒體的報導 我就說媒體他們沒有法治素養 你們不得 我教過的都不得沒有這樣子 謝謝 好 謝謝喔 謝謝這位老師的分享 所以我們每次來都會覺得說 我們的那個台灣的教育 真的是非常的有希望 因為老師都非常的有法治的那個概念 的確像有些媒體它會寫公訴罪 但是其實不是公訴罪 是非告訴乃論罪 那可是我就覺得說有時候媒體 它可能有它的一些 也是有他們自己內部的一些狀況 例如說 非告訴乃論就是字比較長嗎 然後就是比較不好懂嗎 你乍看之下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寫公訴罪大家都懂 所以有可能即使這個記者 他知道正確的用法是非告訴乃論 但是他還是給你寫公訴罪 所以有的時候我覺得媒體 你們有沒有媒體的課 其實我覺得也可以請媒體 邀請媒體朋友來跟司法對話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企劃這樣子 對 那有時候媒體的報導 的確會有一些 我們覺得需要澄清的地方 那以前大家都不講話 所以好像媒體講什麼就是什麼了 對不對 像各位 請問各位看到一個司法媒體講說 某某法院判了一個判決 請問會去找判決書出來看呢 請舉手 真的有好幾位同好幾位朋友 謝謝會真的去找判決書出來看 那請問你們看了之後會覺得 媒體的報導跟判決書是一樣的嗎 完全不一樣 三位都 好感動啊 對 好 那其他兩位 兩位朋友呢 你們是看到媒體的報導 跟實際上判決書寫的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看主文而已 看主文而已 對啊 她可能後面都很覺得有畫 很難的地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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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喔 非常感謝這三位朋友的分享 那其實從三位朋友的分享 大家也可以知道 有的時候媒體喔 他們可能礙於他們需要 需要引起社會的注意 所以他們 必須要用一些比較聳動的詞語 例如說像一些 剛剛毛法官提到的一些殺人案件 那其實法官判的是無期徒刑 無期徒刑已經是幾次於死刑最重的刑了 可是媒體通常用什麼詞 免死 免死 免死就會 給人一種乍看之下就會覺得說 是判無罪嗎 對不對 免死到底是無罪還是無期徒刑 這兩個差很多 差很多 可是 當他今天用的不是判無期徒刑 而是判免死的時候 可能就會給人一種 欸 是無罪嗎 還是說他是不應該 他是難道他都不應該受到懲罰嗎 這樣的一個誤解 那例如說 像有的時候 檢方最常見的就是 把人放走了 例如說 例如說 一個人 他去 他去 那個 之前 欸 我一直想不到一個特別的例子 不過可能就是一個 例如說 做了一個很不好的事情的人被抓了 結果呢 檢察官把他放走了 然後人家就想說 欸為什麼這種人可以放 難道他都不用受到法律制裁嗎 這樣子 可是呢 檢察官把他放走 並不代表他無罪啊 把他放走只是因為 他沒有立刻關起來的必要而已 而不是說 代表說他不應該受到懲罰 那檢察官當然還是會繼續調查 然後認為有罪的時候還是會起訴 那法院判有罪的時候 就會把他再抓來關 所以有的時候 可能媒體不見得會去 把他想寫的這麼的仔細 這樣子 那我們就需要做出一個澄清 那最近像有一個媒體 就是修理士林遞檢 就說 欸 那個士林遞檢的發言人啊 用偵查不公開為由 什麼內容都不提供給記者 然後他就說 這這樣的 這個就是濫用偵查不公開 然後 我們看了之後就想說 呃 可是偵查不公開的範圍是誰說了算 是媒體說了算嗎 還是記者說了 是媒體說了算 還是檢察官說了算 在偵查中的案件 什麼案 什麼內容可以透露 什麼內容不能透露 應該是檢察官來判斷吧 可是媒體他就是 用發了這樣的一個文章 很顯然的就是 因為他不爽 事檢不給他資料嘛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 像這種的我們就會出來講說 欸 偵查不公開的意思是什麼 我之前就在粉絲團就寫了一篇文章說 偵查不公開必須要是有 重大的公益的目的啊 我們才可以把資料給媒體 原則上都不應該給媒體的 那如果今天不給媒體 媒體就寫 寫新聞修理你的話 那這樣不是偵查不公開 開偵查不公開的倒車嗎 類似這樣的一個 一個對話的方式 好然後 第二個就是可能我看到一些投書 然後那些投書他 例如說之前有一個法官投書譴責檢察官 都不做還起訴處分啊 不做資權不起訴 就是說還起訴就有點類似緩刑 可是是說我們暫時不起訴他 然後讓他去完成一些條件 然後就是看他的表現 如果他表現得很好 我們就不會起訴 類似這樣的做法 然後那個法官就說 檢察官為什麼這個案件可以做還起訴 你為什麼不做還起訴 你是不是就是不想負責任 就把案件全部起訴給法官 然後我們看了之後也覺得說 這樣子講是不是有點太偏頗了 因為有些案件 因為那個法官是用殺人的案件錯例子 可是問題是殺人的案件根本就不能還起訴 因為法律規定能夠還起訴的案件 必須要是某一些 就是他的那個刑度啊 刑度不能太高的 很好我們這裡有小老師喔 最新法律本行 要三年以下的案件才可以 那個殺人案件是十年以上 但他不能做還起訴 還有例如說 如果今天來告的人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檢察官我不同意他做還起訴 他太可惡 你一定要給我起訴 到法院去判 那如果我還是硬是要做還起訴的話 那這樣不是對告訴人來說也不公平嗎 那甚至有的案件我們覺得 可能可以給被告一個機會 但是告訴人他堅持不願意的時候 即使我們做還起訴 我們的上級長官也會把我們撤銷發揮 所以其實他有一些妹妹嘎嘎 那但是當有的時候這樣子寫 可能就會讓大眾認為說 欸 檢察官是不是都不願意負責 其實為什麼不做還起訴 他有一些背後的原因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粉絲團 或者是投書去溝通這樣子 那有的時候是想要呼喚大眾去重視一件事情 那我個人比較常常用的方式是投書媒體 我有時候會投書到那個公事的P&N 然後或者是投書到蘋果的論壇 那主要是針對一些 我希望可以讓大家能夠一起來討論 一起來重視的議題 例如說司法機關的基層的人力的問題 像我們現在罰警的員額啊 極度的不足 所以如果各位希望不要有機會啦 到地檢署去開庭的時候 你會發現欸 怎麼偵查庭只有檢察官跟書記官 啊 怎麼沒有罰警 怎麼沒有罰警這樣子 那甚至有的時候如果被告就站在你的旁邊 然後你就欸 好像有點危險 可是怎麼沒有罰警 不要意外 因為現在我們的罰警的人力嚴重的不足 所以他們現在一個人同時要監好多個庭 你沒有看到罰警因為他在別的庭 那有時候甚至晚上啊 要開庭的時候沒有罰警 暫停怎麼辦 就只有檢察官跟書記官兩個人 那這種情況呢 我們也會希望能夠 大家能夠理解說法院真的人力 尤其是基層的人力非常非常的不夠 那所以我之前就有投書媒體寫那個 基層檢察官的一天 還有就是司法改革應該要從基層做起 那就是希望呼喚起大家來 一起來關心這個議題 那我大概就是分享我為什麼想要投書啦 或者是為什麼想要做粉絲頁的一些 一些那個心路力爭啦 然後還有一個方式就是像今天來到哲舞 跟大家直接對談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像我有時候去 像我有時候會參加一些社會運動的場合啊 然後就會有些人說欸你是檢察官喔 怎麼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又覺得說有的時候 當人家認識你之後啊 就會開始 欸開始漸漸的那些朋友有些司法的狀況 他比如說他在媒體看到一個狀況 他會來問我 他說欸真的是這樣嗎 那我就多了很多去可以去解釋 或是去溝通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樣也蠻好的 好那我就先分享到這邊 謝謝 我們謝謝鄭檢察官 那我們下一個就邀請第三位的講者 曾宇仁法官來談談 他為什麼想要做這些跟民間對話的工作 然後他自己有經營一個粉絲專頁 也叫喵法官的法庭日程 一個很可愛的意象喵法官 那請他來跟我們談談他為什麼做這些事情 我們請歡迎鄭法官 主持人還有兩位分享者 還有大家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那我想大家今天看到我可能有點失望 因為我並沒有喵法官的形象那麼的可愛 或是那麼的親切 那真的很抱歉 因為我們喵法官總共有27位成員 那我只是其中之一 那各位看到那些貓也沒有一次是我養的 然後我只是今天被推出來說來這邊聊天的 那所以就如同兩位分享者所講的 我們好像本來是沒有說要做BG 那但是我以為他們兩個都沒有做 後來發現真的沒有做的是我 因為我收到訊息只是來聊天而已 所以各位不用再看螢幕可以看著我 那剛剛各位帶兩位分享人帶到的議題呢 其實我可以先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那個法警人力不足的部分 當然這不是我今天要強調的主題 那這個故事是說在我當年實習的時候 年代久遠 那個時候我跟著一個女檢察官 他說我等於是指導老師 那我沒事去開一個庭 那結果好像是一個重刑 不知道是殺人還是什麼的案例 結果那個人犯那時候是個小法庭 然後而且沒有這樣的高低區分 他就站在我面前 只有我跟我們老師 老師是女生 然後當場沒有任何的法警在 那我看那個人犯好像手銬已經被拿掉了 然後法警還沒有進來 我倒想說這是重刑犯 如果他衝上來 我是不是要為司法捐軀 因為畢竟是一個女檢察官 我不能把老師推到前面去 老師我沒學到你教我 所以我那時候是有點害怕 所以這個確實是目前基層 可能遇到的問題之一 好那分享完這個之後 我要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要跟社會對話 其實在今年的3月18號以前呢 我跟今天沒有辦法到現場 或是到現場很多法官一樣 我的工作就是做一個 一心就當一個好法官 所以每天就是開庭寫判決 開庭寫判決 開庭寫判決 所以在今年 那不是為了特別要呼應 學運世代318的這個實踐 那一直到今年3月18號 我們成立了苗法官 那基本上也是一個 因緣際會 就是 因為 先講一下我自己好了 因為這些年來呢 從我實習的時候就一直在台北 然後分發也都在台北 所以我已經從台北大概待了 將近10年的時間 今年第9年 我待過 我一開始分發在行庭 然後中間有短暫去當兵 那後來回來我到民庭去服務 那我現在在北院的重大金融專庭 那重大金融專庭 就是大家在電視上 或是媒體上常會看到那些 感覺很重大很專業的那種 事實上我可能搞不懂的案子 那 在這個過程中呢 那我在行事的時候 我記得我那時候剛分發的時候 就收到了別人案 就是 今天當作跟學生聊天 我們就都講 那我就收到別人案 就是外交機密費案 那後來那時候媒體就說 菜鳥法官第一年 可能不會辦 但是這個案子很簡單 可能很快就可以判有罪 三天就可以解決了 那就最後我們審理了 大概快一年 然後我後來判無罪 那後來這個案子也定驗了 那 今天不是要談政治 那就是說 有些案子呢 也許是有政治性 但是 沒有政治性 但是 我覺得各位應該用一種 心態來看 或是也許我們回到事物的本質 我只能強調了 有些東西有 有些東西沒有 是不是比較符合事物的常態 那如果有一天 我們拿掉很多的案件的外觀 包裝外觀來看 我們能夠很實質地去 或是討論這個案件的本質的時候 其實才有助於我們對這些案件的了解跟溝通 那後來我就 因為我就是所謂的三門法官嘛 就是異業就考上 然後就來當法官 所以我還沒當兵 所以後來 編案結束之後我就去當兵 當兵之後就遇到江國慶的平反案件 那時候因為我法官身份 所以我是軍法官的身份 那時候軍中的長官就說 我最客觀因為我是外人 因為是軍法少尉嘛 就是EUE 所以長官就說 那要不要分給我 因為我是一個 不是軍法體系的人 這樣好像很客觀 不過好險有一個學姐 還蠻好的說 因為我是EUE 畢竟可能有一天就要離開 這個軍中的體系 分給我好像不太 基本上不太人道 所以後來我就只有當那個裴席 但是江國慶的平反 也是我在軍中的時候 一點一滴的 包括在省的裁定 在省的判決 都是一支一支的在軍中 把他們整個弄完出來 當然今天我們不是要談軍法 因為軍法可能跟各位想的 有點不太一樣 那在那個案件中 我們就會發現說 那其實就是當年號稱百年 冤案的平反 那在這個平反的過程中 我們其實包括軍方 包括所謂的軍法官 其實他們花費很多的時間 各位如果有看民間施改會 對這個部分做的專題 其實他有去仔細的去分析 科學鑑定 見識中所出現的一個問題 所以可能不見得是審判部分的 環節出了問題 可能還有的更多的是 我們科學見識上面的問題 那各位如果回到當年的時空背景 一個冤案的行程 其實跟我們現在的氛圍很像 就是有一個命難發生的 大家很急著要有兇手 那需要有人負責 所以在龐大的輿論壓力之下 民眾的壓力之下 那處理的機關就會很大的壓力 要去處理 那如果出來幾個科學見識 都是指向一個人的時候 基本上可能就會造成一個 現在來看不是很正確的結果 所以這個是這個部分 但是呢 從這個過程中 其實跟我們想像不一樣 就是說 以我們現在的觀點去看以前 其實在當年他們找的科學見識的機構 可能也都是當年很有名的 包括最近可能在究責的某些的人 可能當年是很有名的機構 那後來我們就 因為覺得說證據確實不足 所以我們就判再審 開啟再審 然後再審判無罪 那但是這個過程 其實跟各位想像不一樣 各位可能看到的是 我們民間花很多力量去救援一個被告 或者說我們去平白一個冤案 那但是事實上在104年 再審修訂之前 這件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我們以前的再審 不管是實務的判例也好 或者是法律的一個見解也好 他們都認為說 所謂的再審的證據 基本上必須要符合 簡單來說就是要符合 當時時空背景存在 那法院沒有審卓到的東西 那事實上這個東西 要在當時時空背景存在 然後法院沒有審卓到 基本上我們的嘗試上很難出現 因為你要說在那個時候實在 然後他又沒有去審卓到 甚至他在卷宗裡面 他也沒有去審卓到 所以不太可能 那所以除了譬如說 尤不祥律師、洪霞律師、大法官 他們的努力之外 其實審判工作的人 其實也花費很多的心血 從以前的軍中流傳 軍中裡面去發現了 以前就是那個時候講的許容作 他在很久以前就曾經自白過 所以那個才是符合當時的判例說 在很久以前存在 但是可能沒有審卓到的部分 才開啟那個才審 所以我現在要說 就是說 在我的經驗裡面 其實可能一個案件 他能夠平反 除了律師、辯護人的努力之外 其實審判者也很重要 因為基本上你去平反一個案子 基本上可能是需要 去推翻以前的人的判斷 那推翻以前的人判斷 除了勇氣之外 要很大的勇氣之外 因為你要怎麼說你的判斷 別人正確呢?很難講 那你還要找出很確實的理由跟證據 那這個如果 在從事審判工作的法官 他沒有這樣的一個起心動念 或是他沒有花那麼多時間 跟心血去找到這樣的一個理由 能夠去說服人家的話 基本上 即使我們再怎麼樣 明天再怎麼樣努力 其實可能都很難去促成這件事情 所以一個事情的產生 基本上可能各自都有各自要負擔的角色 那也都負擔彼此要負責的責任 那這個我覺得 才是一個案件的一個常態 那後來我回來北院之後 短暫的大陸兵 那也也平反了嗎? 那後來就回法院服務 回法院服務呢 就到在行庭短暫的幾個月之後 我就到明廷去 到明廷去呢 我就一個是幾個定業案子 我們才提到 就是當年就是台塑告教授案 各位不知道 有一個教授因為六親空無 那他做了一個研究 那就台塑去告他 那剛好收到 那時候就說千人到法院來 很多法學教授都連署說要學術自由 那後來剛好是我成審 那後來那個案子 我們在一審就判決台塑敗訴 那在一審就判決確定 也沒有上訴 那後來呢 又在明廷還遇到了什麼 最近明廷斯凱會一直在 包括東升新聞一直在談的 我們以前有一個指揮家 叫做溫以仁 溫以仁 他從國外拿文憑回來變成 台灣國約團的指揮家 那後來在序任的時候呢 因為被媒體報導說他的學術造假 那後來就因為這樣他沒辦法序任 那所以他因為這個事情呢 一直在法院禪送很久很久 那全面全面都敗訴 不管在檢察官那邊 或者是法院這邊都敗訴 後來剛好國培案子在我這邊 那後來呢 在國培案子裡面我發現說 其實我們對於國外的學歷的 特別是音樂方面的學歷的認知 跟我們實際上嘗試想的不一樣 所以後來才去請了那個 有點忘記 瑞士還是維也納的我們的外交官 在那邊了解當地學歷狀況的 會剛好回國的時候來法院作證 那他就很完整的說明了整個在那邊的一個學歷認證的 其實他拿的是在當地可以拿到表演類的 因為他們有分學術跟表演 表演類的最高的文憑 那不管那個文憑是什麼樣的文憑我們不管 但是他在國內就是等同於 就是好像是一個博士或者是說事的一個文憑 所以基本上學歷可能這件事情是沒有 那時候當然是我的認知啦 可能沒有這個問題 那所以後來我們國培就 從那個案子開始 因為這個部分確認了 當然還有其他的事證 那所以開始他在這個案子裡面開始就贏了 所以他現在一直在提說判決應該像是一個最高水準的演奏 類似這樣或是一個一場指揮 他的意思是我們判決應該要更加的精確 那但是這個也是提到說 那其實雖然我們可能在某些案子裡面 包括這幾個案子 可能我們遇到的部分 我們都做了可能不同的判斷 但是事實上你能夠說我們的判斷就一定正確嗎 其實說真的連我自己我也不敢講 因為那只是我當下的判斷 那我們只是把我們的判斷呢 就是透過判決書 那去告訴民眾說這是我的判斷 那這個是我 然後後來就到金融權去服務的一些案子 那這是我在這個法官的生涯中 我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要跟社會對話呢 就是我發現我跟 其實除了我以外 很多在法院焚高濟軌工作的法官 我們都將戰戰盡盡地再處理我們的案子 那也許有些案子 我們處理的可能還 社會覺得不錯 那可能會有點戰場的聲音 但是那僅止於我們個人 可能他可能 譬如說知道我的朋友 或是知道是我城鎮的朋友 他就在我臉書說 我判得很好啊 什麼司法良心的認識 那有的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什麼報紙就寫說 你很好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那僅止於個人 僅止於個人 僅止於個人 我就發現說不管我們再怎麼樣努力 我們司法 像前幾個禮拜 我們的司法行態度是25點多趴 比假官還不如 那這是在我們預期之中 那 那 這就是造成很多法官會覺得這樣很灰心 就是我們那麼的 其實我一直很 沒有很 讚同就是說 我們要跟外界強調我們多累 或是多麼的辛苦 因為在我的議場 從我分發以來 我的老師 一直告訴我就是說 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那對於法律人來說 基本上當法官這件事情 或當假官這件事情 你基本上 至少在我求學年代 這是最高的榮耀 那所謂的法官 在我們的眼裡 也沒有所謂的大法官小法官 基本上法官就是法官 法官不會因為你在前面加個大 就覺得你好像比較厲害 因為你從事也是一樣的工作嘛 你就是個案中的一個判斷 那只是說 包括 我們在內容 我們做了一些判決 也許社會可能也有掌聲 那 有時候可能有點鼓勵 有時候可能有一些掌聲 或是有些稱讚你 那有時候稱讚的 你不一定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他稱讚錯地方 因為他可能稱讚你的地方 不是你好的地方 是他誤解了 也有這種狀況 那所以罵你 也有可能是罵不對的地方 因為稱讚你可能會稱讚錯 罵你有可能罵錯 那 但是我們就這樣過來了好幾年 那但是 發現這樣做好像無助於我們 就我剛剛講 所以無助於我們的整個形象的提升 所以在3月18號那個時候 才就是有幾個朋友 幾個學長 我們講說 我們一起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 來成立一個粉絲專業 那 那這個粉絲專業呢 跟 跟大家的理解可能不一樣 就是 我 以我個人立場 我 基本上我是出生一個非常基層的家庭 那 我的求學過程也不是很順利 那所以 我在大三的時候甚至還差點二一 但是我在 我在 那好險我念東吳了 那東吳因為念五年嘛 所以好險我 好險那第五年 所以我在第五年的時候 成績才救起來 所以 那時候我才能夠成為現在被大家批評的三分法官 就是 應屆考上的法官 那 那當年東吳是基本上只有我一個人 那聽說也是十幾年代只有我一個人 不過我們這一期有一個更厲害的是玄奘的法律系的 他是玄奘開校以來第一人 那 所以以前本來是我們最高榮譽的一個工作 結果沒想到社會信貸度這麼低 那 那我的出發點是說 其實像各位所說的 我從來沒有因為民眾或者是 一般社會大眾對司法的批評 而感到生氣或者是不解剖 因為 我說嘛 因為我出生很基層的家庭 所以 我完全可以體會 包括我老婆也是律師 他上回來跟我抱怨說這個法官態度很差 他上回來跟我對話說 為什麼別人都可以這樣做 為什麼你都不行 你開庭是不是這樣做 為什麼說不行人家都這麼做 所以 我有時候 就是我 我不是那麼的 那麼的直接 所以 因為工作 工課一開始也沒有很好 所以 是因為我家裡環境也沒有很好 所以我在外面 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打工工作 當然這是藉口 是不愛念書 就是法律師好奇怪 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去創這個粉絲專業 基本上是為了什麼呢 是 各位可以拿出你的手機 可以 Google一下 有用FV嗎 你可以查一下喵法官 你可以進去看 其實我們有做介紹 我說這個專業 基本上是出於一群法官 對於目前的社會現狀的一種自行跟反思 就是說 民眾的一些可能不了解 或者是對司法的批判 你說它是不是真的都是誤解 或者都是不存在 基本上從我的立場我不覺得 或者是 有可能是我們溝通做得沒有很好 但是有可能是我們本身 確實有一些需要自行跟反思的地方 所以我們成立的這個專業 基本上不是要來幫司法化妝 或是擦脂抹粉 我們是希望能夠呈現 司法實際上的狀況 所以各位可以看我們的文章 我們會呈現一些 法官到底平常的日常生活 我們會呈現一些 法官到底在開庭的時候 遇到一些狀況 到底在想什麼 那我們希望穿搭給大家是說 就像一開始毛法官所說的 其實各位看我們 雖然我們從事審判工作 看起來這樣有點決定權 但是我們終究不是神 我們跟各位一樣 今天我穿著牛仔褲 穿著襯衫 走在路上 你不會知道我是法官 那今天不是為了 因為擇武這個場地 我才特別這樣穿 我平常上班也這樣穿 甚至就是很平常的 那所以各位眼中的法官 其實有可能就是你在路邊 會遇到的人 有可能是各位回到你的家鄉去 或者是你的家裡 可能你隔壁鄰居 或者是你以前認識的某個同學的小孩 其實他就是念了法律系 那可能法律系對這個工作有所憧憬 那就考上了之後 他就來從事這個工作 那所以法官可能不一定是 不一定都很高大很帥氣 但是他也不一定會是大家所想的恐龍的樣子 他可能就是一般我們的社會 你會遇到的年輕人也好 特別是年輕的法官 那所以我們只是要呈現給大家 讓大家了解說 其實法官真實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我們面臨到的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實際上到底在想什麼 那為什麼有些東西呢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困難 我們真的沒辦法處理 那這才是我們希望呈現給大家的 那怎麼樣跟社會對話呢 其實我說我們有27個人 其實27個人我們目前還在內部整合 因為每個人想法不一樣 那我覺得這很好 因為法官就應該像 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因為法官就應該有本來自己的個性 今天不是說我發號聲音說 你做什麼你做什麼你做什麼 如果今天這27個人法官都可以由我這樣發號聲音的話 那我們司法就沒什麼好期待 所以27個人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寫了文章也五花八門 關心了議題五花八門 所以我們目前有的人他去寫一些 可能法府的文章 告訴大家法律知識 那有些人他著重在於寫一些 司法可能遇到的困境 那像我可能寫一些我想要講的 真實的內心話 或者是因為我那天看到 我最近寫的一篇就是諸葛亮的事情 因為我看我們同文城裡面大家都想說 人家大陸都有一帶一路 我們只有一利一休 報紙都只報諸葛亮 也不報大陸 那個一帶一路找了二十幾個國家在開會 那好像我們台灣沒有國際觀 那我覺得這好像是兩件事情 因為諸葛亮至少在 當然講我年代不太可能 我爸爸那年代 我爸爸騎著他的Whisper 載著三個小朋友跟我媽媽 到錄影帶店去租的 就是諸葛亮個廳秀的錄影帶 回來跟這些一起做工的叔叔伯伯 晚上最重要的消遣就是諸葛亮 所以為什麼諸葛亮走對社會的基層 對台灣民眾會覺得有一些感傷 因為他才七十歲 所以那我覺得台灣關心這件事情 不但我們就很local很無知 我們知道一帶一路很厲害 但是我中間不是中國 如果我是中國那麼大的國家 我就一帶一路了對不對 但是我們關心一些人文的東西 關心一些很小的東西 那只是說我們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關心的議題或是我們 因為台灣這個國家 我們所要了解的東西不一樣 但不代表我們就沒有這樣的一個國際觀 所以我最近寫的是 所以我寫的比較類似這種 就是講一些有的沒有的啦 就是無無爭業的東西 好像也不是法律 只是因為說真的我法律也不是很好 所以有時候我想說 做出一些比較奇怪的判決 就是因為我法律不夠好的關係 那所以今天主要是要來跟大家聊一聊 大家對於司法的一些想法 那其實更主要的是要來 讓各位了解到其實 今天我們出來只是幾個法官的聲音 那事實上我們有很多的法官 他們可能都很有理想 其實也對社會 特別是很年輕的 等一下我們可能會提到一些世代的問題 他們其實對很多東西 他們都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為什麼他們 他們也都很認真在工作 很認真地在寫判決 那他們也覺得說 為什麼沒辦法得到社會的肯定 那為什麼他們不站出來跟社會對話呢 或者是他們不來跟大家談一談呢 那事實上 其實不是只有司法不語這件事情 這麼簡單 因為司法不語這件事情是說 我想要講的話 判決 有人告訴我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判決就是法官的名片 好 那我寫 我有什麼想講的話 就寫在判決裡面 那如果說 我們一般在社會上 我們遞名片 你可以遞出去之後說 唉對不起 我哪來再吐吐改改嗎 好像就 不是很好嗎 因為代表你一開始思慮不周 所以 判決竟然是法官的名片 我遞出去代表說 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要送你的檢驗 不管是包是扁 我都應該蓋瓜地承受 所以 一般我們所受的 感覺是 所以司法不語這時候 我就判決書裡面交代清楚 要把整個思慮完整地交代清楚 那但是說 但是法官其實不是 只限於司法不語 而是在於說 有些法官 譬如像我們來說 有時候我們會承辦一些 比較特別的案件 或是比較重大的 矚目的案件 那今天 有可能我在這個場合裡面 我講了什麼 那 也許 沒有時間解釋得很清楚啊 或者是 有可能講錯了什麼話啊 那這件事情可能會放大啊 那 那但是 一般人可能覺得 他可能就只是在談這個議題的時候 談到 譬如說各位 各位都很善意 那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 如果在 那些所謂很重大的 很特別的案子裡面 可能就會被拿去做文章 因為他可能會想要把這個法官 看怎麼樣 是不是換掉還是怎麼樣 都有可能啊 所以 有些法官他不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他是不想要 因為這些事情去影響到 他實際上的工作 真正的 他的重心 應該要好好處理的事情 所以 所以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有點複雜 那事實上 其實我今天大英哲武來 我也不知道 就 決定到底是不是正確 因為 我來我是不是就要講一些 什麼嘛 那 我不能什麼都 就是這樣子 就帶過去 所以我是不是要講一些什麼 但是 這個對 對一些 我們法官來說 其實我們會有點顧忌 會 確實會 但是說 顧忌是不是因為我個人的關係 其實大概 也不太是 因為司法現在被批評成這樣子 其實大家可能都 覺得不如回去 所以 主要還是怕影響到 現在正在進行的個案 那 各位可能很難想像 其實 為什麼說 這個 各位可以想像說 各位可能很難想像 到底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譬如說 我們在 在我們實際的經驗裡面 或是 我們在 各位 其實兩位也都一樣 有時候 我們 處理一些比較特別的案子的時候 其實可能台下做的是 各個 現在你可能想到 所有大所的律師 因為可能 對於一個當事人來說 他可能窮盡了他所有的 財力或什麼 他可能來應付 來處理這個案子 或是來應付這個案子 因為可能是一個很特別的案子 那 但是 我們有什麼呢 基本上 法官只有一個人 可能下面 可能有的是 當然我們知道 刑事最多有認三個律師 所以 了不起三家大的事務所 但是實際上不是這樣子 因為 有些大的事務所 或者是有些 他可能是幕僚 不在檯面上掛了這三個 可能是 背後的幕僚 所以 你有可能一個人要對抗 好多律師 好多事務所 那 我們的國家 給我們的只有 我們自己 跟我們所學的法律知識 頂多再給我們一個數據官 再給我們一個助理 那金融庭好一點 會有一個財經事務官 也就僅止於此而已 那 所以 為什麼基層的法官 或者是說 法官的工作會有壓力 或是我們每天要面對的事情 其實 有點複雜 甚至複雜到 你可能怕自己 因為 太過於怎麼樣 然後 反而去影響了你的案件的一個進行 那這樣就不太好 那 所以這次我們實際上遇到的一個狀況 那 那但是因為司法現在 遇到了現在的一個狀況 就是只有二十幾%現在度 所以 我們才會想說 那 是不是嘗試來做做看 然後 嘗試讓大家能夠 多了解一點 那 可能好的 壞的我們都多了解一點 那 因為這樣的話 其實我現在最擔心的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這樣的運作下去 可能 我們 各位可能覺得不適任的 或者是不是很好的法官 可能 不見得能夠淘汰掉 把他淘汰掉很多臉皮很薄的 或是很多很年輕 有理想性的 因為 因為年輕嘛 所以他可以再有別的選擇 或者是 他臉皮很薄嘛 他覺得你明明就沒有罵他 他覺得 就是被你罵到了 所以可能會造成這種結果 那我想 這不是大家要的一個狀況 那 其他等一下我們再討論 OK 好 謝謝政法官 那 其實政法官也開始點到了一些問題 他剛才提到世代問題 因為我們 今天來的 朋友大概可以感受到 我們 基層的司法官其實跟大家想像不一樣 其實跟我們一般的人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然後同樣充滿熱血 充滿理想性 也對 既有的體制不滿 那我們會碰出到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司法獨立的問題 因為剛剛我們提到的都是 我們司法體系面對外部的壓力 可是 其實在司法體系內部也有其他不同的影響的力量 例如說 你今天在起訴的過程有沒有政治的壓力 你在審判的過程有沒有內部學長學姐給你的壓力 你今天 就像剛剛另外一個政法官提到說 你今天如果要 你這個要再審 那你會承擔很大的壓力 你要推翻之前的人的判決 那我想要再問這個 追問這個問題 就是 在你們的實踐的過程當中 你們怎麼看待司法獨立性的問題 然後你在你的科程組織裡面 或者在世代的傳承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遭受到什麼樣的壓力 其實我像在座朋友都很好奇 就是政治壓力或其他的外在影響到底存不存在 簡單用三分鐘回答好不好 我們先請 整法官開始 毛法官 多坐 這個問題 其實我 以我八年的經驗來講 首先要跟各位說的是 可能我比較幸運 所以這八年之內 其實沒有收到什麼爭議的案件 各位所想到那種 會上新聞的 或者是會怎麼樣的案件 基本上我都沒有遇到 當然有曾經遇到那種 如果那樣判就會上新聞的案件 那所以 但是以我個人的這個經驗 因為我以前也承辦過 那個先議員的那個貪讀案件 然後其實 我可以跟各位講 就是說在我有限的這個工作經驗當中 包括我所知道的同事之間 所謂的這種干預審判的這種力量 應該是沒有的 所以其實 各位朋友如果有的時候去看一些 那個晚上那個談話性節目對不對 之前有一個談話性節目說 那個電腦分案是假的 各位啊 那個當然是真的啦 如果可以的話 誰希望電腦把案子分給自己嘛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這種批判 大家可能覺得說 好像是似乎是真的 可是各位去想一想 其實我們從整個國家體制 從戒嚴時期慢慢走過來 事實上已經過了四五十個年頭 而從戒嚴一直到我們喊第一次司法改革 1999年到現在 也經過了將近20年 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 從你們副主輩所遺留下來的那個證據 那種奉命不起訴 還是說奉命那個判案的那些法官 假設那些法官假完真的還有的話 從年紀來推算 事實上也已經非常非常老 非常少數了 所以在目前整個司法體系裡面 相當大的比例 就是像各位看到我們這個年輕的 這樣的一群那個法官 像有個老笑話 老笑話講說對不對 那個性侵案件對不對 然後那個證據說是消 然後那個法官就說 證物是消 來把消拿上來 各位可能聽過這個笑話 這個笑話由來已久 不可考 可是我可以跟大家大膽的講 正因為各位所看到的 我們都跟你們差不多 其實在座也有比我們更年輕的朋友 各位啊 當我們在求學的時候 請問我們看的那些 那個限制級電腦硬碟裡面的影片 是不是比我們辦過的案子還多啊 誰可能會把消當成消對不對 所以以後如果有人在這樣跟你說這個笑話 請各位勇敢的跟他反駁說 你錯了 因為現在的法官絕對不是你們想的這樣子 不使人間煙火不了解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 大家在擔心說我們審判會有遇到壓力 或是不當的干擾 我覺得以目前這個狀況 我所知道我可以保證是絕對沒有 那至於所謂的官說 或是請託等等 那更是不可能 那所以 當然會猜是說 某些權貴犯罪或什麼 剛好結果就如何如何 那這種案件的話 因為我們沒有實際接觸過 我們也不了解 但是以我們所熟知的司法 我覺得這種意測可能真的就是意測 我敢說有99%的機率 這個意測是不對的 那看看我們另外兩位司法官 是不是有更精彩的案例可以分享 謝謝 那我們再請教正檢察官同樣的問題 在您的檢察官的生涯裡面 有沒有這種壓力的存在 好我先 我也是跟毛法官類似 在我這個很短暫的 在今年9月即將滿4年的 那個檢察官生涯當中 我還沒有遇到那麼敏感的案件 敏感到 真的會有人來想要關說的案件 基本上在我啦 包含我在內的大部分的檢察官呢 在處理案件 我們就是自己一個人辦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自己一個人 決定要起訴或不起訴 過程當中 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如果決定要結案的話 我們要把案件 案件就是整個我們結案的書類 送到主任那裡去 那每一個檢察官他都會有自己 他自己配屬的主任檢察官 那他看完之後 他可能會告訴跟我們討論 如果他認為我這個決定做得不好 或者是有什麼還要再查的 他可能會口頭告訴我 通常都是因為他可能覺得說 欸我什麼東西該查沒有查 或欸其實他覺得 他覺得這個案子好像有起訴的空間 可是我不起訴 那我們就會去討論去交流 我們對於案件的想法 那因為檢察官跟法官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在於 法官是獨立審判 所以每一個法官 他們自己做了什麼決定 或者是那個庭 三個法官他們做了什麼決定 原則上是不受任何外界的干預 但是檢察官有一個東西 叫做檢察一體 就是說檢察一體這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檢察官他有一個很重要的職責 是追訴犯罪嘛 所以說檢察官其實他整體是四為一體的 也就是說大家一起去辦 偵辦一個案件 所以各位可能會常常看到說 欸例如說一個詐騙集團的案件啊 然後警察一衝進去機訪 可能就二三十個人在裡面 那你要一個檢察官問完所有的人嗎 可能有的時候沒有辦法 所以就會有好幾個檢察官來一起 一起問這些人 或者是好幾個檢察官一起組成一個專案小組 去承辦一個重大的案件 這個在法院是比較不會發生的事情 法官很可憐 他們就算抽到一個案件 在不管現在怎麼後 他也是得自己完成 但是檢察官是可以一個小組一個 team一起完成 那原則上檢察官要聽什麼呢 要聽檢察長的話 也就是說檢察長他不能去指揮個別的檢察官 你應該要怎麼做 你應該要起訴 或你應該要不起訴 他不能直接指揮 但是我們的制度上有一個設計是 如果今天我認為你檢察長給我的命令 我不想聽 我不認為 就是根據我對於這個個案的判斷 我不認為應該這樣做的話 我就要請他用書面指揮我這麼做 或者是我要請他用書面把案子遺傳給別人 因為檢察長有權力決定這個案子要給誰辦 他可能會根據每個檢察官的專長不一樣 個性不一樣 他會決定這個案子要給誰辦 如果今天他要我做什麼事情 我不想做 我有權力叫他把案子遺給別人 所以這個是等於是檢察官內部的一個 等於說是確保檢察官 他還是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的一個制度 那可是我個人是沒有遇過這種狀況啦 大概我做了什麼決定 除非我真的有什麼該查的沒有查 不然主任跟檢察長是不太會去干涉我的決定 我目前為止不太會遇到 沒有遇到過這樣的狀況 可是我想要說的是壓力 壓力會來自於哪裡 它不是來自於個人 壓力是來自於整個體系 例如說我剛剛講的案件的壓力 如果今天我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像有的案件啊 他可能是一直竊盜 一直偷東西一直偷東西 而且他就是拿診斷證明書給你看說 他有精神疾病 可是我開庭的時候就怎麼問都覺得他很正常啊 不太像是有精神疾病的 可是他真的就給你一張診斷書寫精神分 思覺失調 在場的精神科醫師我要用字遣詞要很小心 思覺失調症 思覺失調 OK 那他到底是因為生病了才去偷 還是這只是他用來卸責的詞彙 這個我們通常啦 正常來說我們應該要送去鑑定 請醫院來鑑定 可是問題是我們一個案件呢 最給我們的辦案期限只有六個月 通常我們送去鑑定 回來大概就案子就等著預期 就等著案子就要預期 預期每個月就會用一張錶來給 你給我寫 為什麼你給我案子辦到預期這樣子 這個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壓力 然後第二個是說 我們沒有簽 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說 我要送鑑定就送 我還得上簽程告訴長官說 為什麼我這個案子想要送鑑定 然後長官認為有需要他才會撥簽下來 然後所以有的時候當案子真的非常多 多到已經已經覺得說 那乾脆我案件 因為他的確有承認他有偷 那有的時候會不會就是說 那我們就起訴讓法院去判斷 如果法院認為 法官也認為說他的確真的是有 有有因為精神疾病他所以他 他那個去偷東西的話 法院他可能會再送去鑑定 那法院的那個的那個預算 就比較充足一點 所以有的時候會有這樣的一個掙扎 當然我們會希望說就是盡量 我們能夠送的案件就把它送出去 可是有的時候就是會面臨這樣的一個掙扎 那有的時候就是像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有人在質疑說檢察官的獨立性 因為例如說有的案件 你就會發現有的檢察官好像他常在辦 那種很受到社會矚目的大案 然後好像檢察官 檢察官他常辦一些社會矚目的大案的時候 他可能就比較有機會 有機會升到主任 那因為依照現在的制度就是 這還沒有更改前的制度啦 因為那個法務部長有承諾 他要放棄圈選權 各位有聽過圈選權嗎 現在在挑選那個主任的時候 是由各個地檢署去推選一些符合資格的人 然後最後呢再由那個法務部長 他會從這些符合資格的人裡面去圈選 那可是可能就會有人會因為這樣 或許有人就是外界有在質疑啦 就是有檢察官可能會因為他想要當主任 所以他就特別去辦一些 或者是說跟長官套好關係 然後長官可能就給你一些比較重大的案件 讓你去辦增加曝光率 當然外界有這樣的質疑 所以說這一次的司改會議啊 法務部長他就有在會議裡面有承諾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原則上那個主任檢察官 以基層去票選作為原則 就是原則上主任檢察官 他就是不要由部長圈選 而是由基層檢察官去票選出來 那大家同事之間誰比較認真 或者是誰是一個比較公正 或者是比較適合當主任的檢察官 可能同事之間比較清楚 那這是其中一個為了要解決 就是外界這樣的一個質疑 然後第二個就是因為檢察官有一個 也被外界認為是 就是他有一個勞役不均的問題 也就是說法官呢其實是越往上升 他的工作量越大 我不太確定這樣講是不是夠 是不是精確啦 或許人家法官會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高等法院的法官 他通常要審理的案件 其實是地院不服嘛 上訴到高等法院區的案件嘛 那什麼案件會上訴到高等法院 就是有爭議的案件 所以有爭議的案件通常都比較複雜 所以高等法院的法官 他們要處理的又是更加複雜的案件 那最高法院的法官呢 當然又是處理 就是一二省六個法官都搞不定的案件 才會跑到最高法院 所以最高法院的法官 他們要處理更複雜的案件 但是檢察官的狀況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說可能因為檢察官只要升上去當主任 依照現在的狀況 依照現在的狀況啦 就是說他可能就不用像一般的基層檢察官 這樣子每個月分到很多的案件 但是他們現在每個地檢署的狀況不太一樣 主任他們可能也會辦一些比較Routine的案件 有的地檢署的主任現在也有在辦重大 就是那種很矚目的案件 每個地檢署的主任不一樣 但是以往的以檢察體系的環境來說 主任通常就比較不會有那麼重大的案件的壓力 那如果說今天當主任再升到二省 再升到那個高檢署之後 可能他的壓力又比較沒有像一省的檢察官這麼樣的 至少他不用 就是說壓力是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也有一個質疑是說呢 因為往上升比較輕鬆 所以大家都會想要往上升 那這樣的一個體系的設計 可能就會影響到檢察官的獨立性 那我剛剛講的只是說以往的狀況 只是說現在慢慢的內部有一些在改變 所以這是檢察官獨立性所面臨到的一些 我覺得不是個人的問題 而是整個制度設計上的問題 好 那我就大概分享到這邊 好 謝謝 那 正人反正 剛剛我有聽錯的就是你曾經承辦過阿扁的案子嗎 OK 那就是回到你的 當法官這麼長的時間的經驗 就是你有沒有感覺到內部的壓力 請 正法官 那 就是我們 為什麼帶各案外介紹自己就是因為要回應這些問題 所以 那我先從一個面向來跟大家講好了 就是說 各位可以去想像一下 其實 我先回應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這麼明察秋毫 什麼事情都判斷正確 那但是 毛好剛剛提的是說 訴訟制度的不同 沒辦法從一個人 從起訴 判決 定驗 執行 全部都有一個人來決定 那 他講的其實是程序上不同 那但是 並不代表說 法官就可以說 我們不是抱歉那個年代的藉口說 我們可以判斷出不正確的結果 基本上所有法官為什麼那麼樣的經驗業在他工作上 無非也是希望得出一個 就是 不只是社會大眾能夠接受 應該正確來說是一個 符合客觀真實或是一個正確的一個判斷 或是一個判決 所以這是為什麼法官會耗費那麼大的一個心力 在他的工作上甚至在寫判決 可能各位都不喜歡看 但是他花很多時間在寫判決的上 那 從這邊我們來講說 其實從我分發開始 應該說從我實習95年在台北地院實習 那個時候開始 我從實習的時候 因為我們受訓其實有兩年 但有一年是在院檢的實習 我實習的時候 有的時候遇到一個老師 他告訴我說 法官這個工作就是勤快 勤快 仔細 吃一口飯 睡一張床 結果他那時候 也是我們講座他跟我講的 那我那時候就信以為真正是這樣子 所以我一直記到現在 他當然還講很多 那這就是他一輩子信奉的東西 所以我從實習的時候遇到他 因為我在研究所的時候 其實我的教授是一個旅美的 Stanford的金融法的教授 大家知道Stanford嗎 就是 就是那種 比較 比較 怎麼講 就是比較 就是美式的一個作風 但是我在實習的時候 遇到這樣的一個法官 這樣的一個老師 他告訴我吃一口飯睡一張床 然後 這樣子 所以我從實習 其實我就 實習的時候我就常常在辦公室 應該說 不敢說每天 但常常 我都是待到 11點 12點 甚至1點 2點 所以我很自豪就是法院幾點出去的門 我都很清楚 因為很多人以為法院 12點之後不能夠出來 因為有一個同學說 他也是在寫判決寫到幾點 然後出去法院的時候被鎖住了 我說不會啊 那個門其實都可以打開 因為從小就有經驗 那一直到 分發也都是維持這樣的一個生活的型態 那我只是其中一位 各位很難想像公務體系這樣的狀況 但是其實法官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那時候你在 不信各位可以生意去法院看看 其實很多人都還在那邊 好 特別是很多年輕的 那 那這樣的一個 生活其實一直持續到我後來 我兩個女兒 那兩個女兒 一開始我放在台中 後來我接上來台北之後 我老婆就跟我說 女兒的成長只有一次 不能夠錯過 不然以後沒有人要理你 所以我就被迫 我每次 到的時間到時候 就要存在我的那個 小小的隨身點裡面 把判決帶回家 那我老婆就說 你要陪女兒睡覺什麼的 說要幫她洗澡 幫她陪她睡覺 然後半夜才靠著意志力爬起來 我在民庭的時候 現在北院的民庭 其實工作量真的非常的大 一個禮拜大概要出好幾篇的判決 各位很難想像 正常一個禮拜兩篇是最低標準的 兩篇指的是不包含雜見 就簡單的 都是兩篇實實在在兩罩工房 很多律師打一打去 也不知道打到什麼 打到什麼挖鉤的那種 法官要判斷出來自找兩篇 那所以每天真的每天都在寫判決 每天都在寫判決 所以我常常拍 陪完女兒睡覺起來 就開始寫判決 寫到三、四點都有 甚至隔天就這樣去也有 但是其實過了幾歲之後 真的沒辦法這樣子下去 那一直 一直 後來生活的形態就轉變成這樣子 那 這個是我從實習以來的一個經驗 那所以我要跟各位提到的就是說 其實以一個年輕法官來說 各位可以去試想 今天我們從年輕的時候 你可能一般法官平均分發可能27歲 今天如果我們講外部的壓力嘛 一個就是來自於上級可能是權嘛 給你權要嘛給你錢 以錢來說的話 今天一個法官他從27歲分發 假設到他退休好了 可能要工作40年 30幾年 至少30年 那你要拿多少錢去買一個法官30歲的青春呢 因為他可能東窗事發 因為年輕人不會收錢 以為錢匯到帳戶沒事 或者是怎麼樣 就搞被撩包啦 他的歲月就中斷了 就沒有啦 不可能再當法官啦 那你要拿多少錢去買這個法官的青春呢 所以以一個年輕的法官來說 為什麼這次世改國社會我們覺得有點失望 就是說到了當代 現在我們還在談法官收賄的問題 我們不去解決法官在法庭上遇到很多很專業的案件 因為我們在金融案件裡面 談到很多都是炒股啦 掏空啦 這些很專業的案件 我們到底司法能夠給我們講的資源 我們需要怎麼樣的一個知識背景 然後去提升我們自己去面對這些事情 做出精準的判斷 我們還在談論法官收賄 法官講得很像是很古老年代的法官 很久以前的法官做的事情 那我就覺得這讓我們很挫折 因為本來改革應該是往上嘛 可是我們在談論幾十年前的事情 那你說司法是不是需要改呢 當然需要改 只是說我們拿出來談論的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譬如說各位 剛剛講到分案的事情 在很久以前司法確實分案有一點問題 因為可能很紅的 以前的年代是很紅的法官 你才能夠辦刑事 院長很喜歡的人可以辦刑事 他可以一邊受理民事案件 一邊受理刑事案件 這種也持不見過 但是當代的情況已經不是這些了 這不是我們現在要面臨的 或是要解決的問題 因為現在所有的法院 至少就法院來講 基本上分案是非常的透明的 透明到什麼程度呢 基本上所有的案件都是電腦抽分 電腦分的 那只要是重大的矚目的案件 我們都是首抽 那首抽 可不可以像我們一般 我們去念書一樣 作弊我們先把簽冰 冰在冰櫃裡面拿出來抽 也不可能因為他要先抽一個庭長 來負責抽籤 抽了之後 在重目睽睽之下 把這個簽呢 每個法官的簽都在 然後把它放進去簽筒裡面 再從簽裡面撈一支簽出來 那為什麼根本就不可能作弊的原因是在於 因為法官都很在意自己 收到什麼樣的案件 基本上很少法官會自告朋友說 我要收這種很矚目的案件 或怎麼樣 基本上不太會有人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的整個分案 在非常的透明非常的公平之下 其實以前的一些問題 基本上不太會存在 那你說收到很矚目的案件之後 會不會有人來關切你呢 基本上 以我 為什麼剛剛講 就是說從我這些經驗裡面 一件都沒有 甚至包括剛剛講 為什麼特別講軍眾案件 在軍眾案件 有沒有呢 至少在我的經驗裡面也沒有 那個時候軍院只有一個要求 跟一般的司法不一樣 就是判決是投到頭銀幕裡面 在那邊組織校對 因為那個案子是關係到軍法的生存 他們存亡的案件 所以很怕出錯 所以那個時候的校對 是投到頭銀幕裡面 三個法官在那邊 校對錯字 然後怎麼樣改才比較完整 就只有這個跟一般我們的法院不同 不能基本上也沒有人 即使那麼大 在軍眾很大的事情 他也不敢來說 你可不可以做出什麼判斷 也是要你接受 或是你自己的判斷之後 你再來寫判決 或是再來形成這樣的一個決斷 所以不管我剛剛講的這些案件裡面 從來都沒有被任何的關切 所謂的關切不是說 你可不可以這樣判 不是 甚至來問一下 你有沒有需要什麼幫忙 可能都沒有 或是說你會不會覺得怎麼樣 或是說你會不會 就稍微暗示了 都沒有 甚至 除了三個法官 何怡婷的三個法官之外 有沒有別人來討論過這件事情 沒有 那如果有人有怎麼辦 馬上就被送去懲戒自律 一定是這樣子的 那所以 基本上司法的獨立性 當然我還沒有去過高院 沒有去過最高 我當然不能夠一概二論 但是至少就我的經驗來說 基本上是 司法獨立性是完完全全的 至少在我的經驗裡面 是可以被肯定的存在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基本上各位可以簡單的去想 今天這些年輕的法官到法院來 今天其實有人想要干預他 比如說我連毛法官 我連他的背景什麼都還不是很清楚 他在腦袋想什麼 他也不一定跟我那麼的熟 我有可能去跟他官說 或去跟他私下壓力 或是給他什麼建議 做什麼事情嗎 如果他想的是 你這是官說 或是你這是影響我 他馬上就登報 或是媒體那麼發達 他臉書一發 那不是爆掉了嗎 所以特別是年輕的法官 基本上我們不太會遇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因為基本上他不太敢 基本上也不太可能 甚至他也不太想 因為一個首長 他說做這件事情 然後被你登到臉書上 他就爆掉了 他怎麼可能 負擔那麼大的一個代價來做 所以有些事情 我們好像從以前的記憶裡面 覺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或是很大的問題 其實這不是當代法官 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好實講 所以 所以不可能 有內部的關切 或是指導 甚至官說 那也很難從外部拿錢來 影響我們 而且講真的 各位有收過錢的經驗嗎 各位一定沒有 我也沒有 那所以我也不知道 怎麼收錢說真的 今天如果有認真 拿錢給我 他拿給我 我也不知道怎麼收下來 那當然 也許我們現在經驗比較好 我們大概知道說 因為我們辦一些案件 我們大概知道 要收現金 或是我們可能要去設個BBI公司 很複雜 對不對 所以 所以你在查現代法官 即使是有的話 那個整個查查的方向 也不太一樣 因為現在年輕法官 自己就知道海外可以開戶 或怎麼樣 這整個方向也是不一樣的 更何況是 主要是在我剛剛講的 年輕跟他的歲月 就像我剛剛問的嘛 一個四十年的歲月 你要多少 我大概想過 可能四五億可能會 所以 也許我可能會有點心動 因為我被抓到 我就慘了 所以 很難拿 而且重點也還有一個原因 是在於說 為什麼講四十年或三十年 這個歲月很重要 是在於說 基本上 各位可以知道 當事人他基本上 就算想要 大家的經驗可以想像 今天我們如果想要 去行會一個法官 有可能是我拿到你家門口給你 拿水果盒給你嗎 不會嗎 因為一定要透過一個 中間很信賴的人 那這個中間信賴的人 可能跟法官有信賴關係 透過他去轉交或怎麼樣嘛 那第一個 所以第一個 要建立這樣的信賴關係 然後還要透過這樣的一個動作 但是 一旦 為什麼說很難去 很難 但是 年輕法官不要遇到這種狀況 是在於說 因為如果今天你拿了一次之後 你要知道說 因為有一個中間的門 要知道說 這個法官 會收喔 會收 律師都很清楚吧 哪些法官也許有問題 還在網民沒有 那你收了一次之後 你可以不收第二次嗎 沒辦法 所以 你收一次就有第二次 有第三次 有第四次 有第五次 就沒辦法再不收 因為人家都知道你收嘛 所以人家只要說 你這一次不收 我就把你自己給你抖出來 你就慘了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的狀況 所以基本上為什麼不太會有這種情形 或者說收會這件事情 好像不是當代 很主要的問題 其實從邏輯上 或是從這些社會經驗上面 你大概知道說 談論這些事情的人 可能不是存在於當代法官的這個 時空背景之下 在談論這件事情 或是他可能 他所接觸的可能是很老一輩的一些事情 可能不是我們現在真的要面對 那所以司法的獨立性 不管是內部外部 基本上我覺得能夠干預法官的 基本上很難 那但是有一件事情是 就是各位可能要 我們現在真的需要關切的是一件事情 在於說 法官可能不會受到上級的壓力 不會受到 等下我可能也會談上下級 譬如說判例的拘束 我個人覺得沒什麼好拘束的嘛 因為 如果你心中的正義 或是你心中的公平 跟判例能夠顯現的不一樣的話 你怎麼處理 當然照著心中走啊 有什麼好講的 那你要照著判例 然後違背自己的良心嗎 當然是照著自己 為什麼 因為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再怎麼說 你就算違背判例 你會廢棄好了 終究是一件案件嘛 那法官一年是幾百個 幾千個案件 你被廢棄了一兩件 會怎麼樣嗎 一點不影響辦案成績啊 一點都不會 所以也不會受到太多的 而且判例 跟各位的理解不一樣 很少判例是說 你一個案子 有一個判例告訴你 一定要怎麼做 因為判例都是抽象解釋嘛 所以也許這個判例 沒辦法支持你的看法 那你一定可以 從中找到別的判例 去支持你的判法 就是我上課跟學生講的 你就繞個 法律適用 你就繞個倒走 或是去在解釋上 怎麼樣去詮釋 做區分的詮釋 基本上就可以得到 也許你覺得認同的一個 結果的判決 所以當那個法官 他可能不會受到這些判 不會受到所謂 上級的關切關說 也不會受到金錢的誘惑 但是他 我們要關切的是說 法官可能會受到某些事件 影響在什麼 他自己的 譬如說 他自己的成長的環境 他自己的背景 或他自己所受的教育 他的某些思想 其實這些才是內部會影響到 法官判斷的一個原因 那這個其實在 美國的法官如何思考 這本書裡面 其實他就 他就介紹得很清楚 所以這才是我們 當代要關切的 所以我們希望法官 做出一個符合 社會大眾期待 或是符合我們自己 心中要求的一個判決 那我們應該想辦法 怎麼樣去從 也許從教育 因為從各方面可能去影響 這些內部的東西去著手 去避免掉這些事情 或是我們可以 撇開一些表象的討論 我們事實上來討論說 那這個判決 他到底是有哪些問題 或是哪些部分到底是錯 哪些部分到底是對 而不是只是一概說 這個我們喜歡就對 這個判死就錯 這個判死就對 或怎麼樣 這樣的話我們就會 沒辦法很深入去討論 那沒辦法深入去討論的話 我們基本上 我們就沒辦法前進 我們沒辦法前進 那沒辦法前進 不只是各位覺得很難過 其實法官也會很難過 因為每天在做判決的人 那你告訴他沒辦法前進 那還有什麼 比這些做判決的人還痛苦呢 所以就是這樣子 那我舉的一些個案 但其實是要跟大家說 要帶出我們要討論的點 但事實上 因為在台北 其實每個法官 可能隨便 我現在只是隨便拉一個法官 例如我來這邊討論 我就講這些 但其實在台北 每個法官其實都是這樣的 都是面臨到很多 很專業的 很矚目的 很重大的案件 那他們也都面臨到很多 很多的問題 甚至他可能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有時候 我們在某些狀況裡面 今天其實 就我剛剛講 為什麼講 就是說在某些案子的頻繁裡面 我們可能去彰顯了某些人的努力 可能是辯護人 可能是某些人 但是我們說 我們忘記了一些聲音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一江國慶案 基本上就是一條人命 最後落得沒有兇手的狀況 那被害人家屬的聲音 可能就比較少被聽到 那或者是說 在這些層審案件裡面 包括檢察官 或是法官的一些努力 譬如說有些再審案件的一個 譬如說一江國慶案件 基本上是檢察官來申請 也有聲音在審 所以有些 就 誠誠的法官 他可能附出很多的心血 或怎麼樣 但是我們很少 即使是一個案子 就平反了 我們還是批評那些 做錯 我們覺得做錯判決的人 其實我們很少去 給現在 也許做 各位相對能夠接受的 判決的人 一點 正面的鼓勵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可以思考的 因為 我就說一個事情能夠促成 或是能夠做成 基本上 應該有各方的角色在裡面 那這則是我的看法 好 OK 好 請說 剛剛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還是需要提一下 就是說 檢察官目前 其實檢察官的身份保障 是准用法官法 所以基本上 檢察官不管是待遇也好 不管是年資也好 或者是他的任用跟被那個可能 就是免職也好 基本上跟法官幾乎是一樣的 所以說在身份保障上 剛剛那個法官提到的 這些 正法官提到的這些狀況 就是其實檢察官跟法官是很接近的 那我要提到的一點是說 檢察官之所以有辦法獨立的辦案 不受外界的干預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身份保障 那如果 因為國事會有提到 要把檢察官行政官化 就是提到檢察官屬性的問題 因為檢察官現在定位上 他還是司法官跟法官一樣 可是也有一些聲音認為說 因為檢察官會濫權 檢察官沒有獨立性 所以要把檢察官當作是行政官 可是當作行政官會發生什麼事 我舉個例子 像我們常常 因為檢察官要去相驗 要去驗屍 可是有時候呢 其實我們常常會到一些鄉下的地方 去驗屍的時候 我們認為這個案子 我們不知道他怎麼死的 我們認為有需要解剖 可是有一些長輩 或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那個家屬 他們非常忌諱解剖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會動用一切的關係 希望你不要解剖 他們去找警察 為什麼 警察不聽話會怎麼樣 局長等著去議會被修理 因為警察是行政官啊 然後民意代表可以修理他們 所以民意代表來關心 警察可不可以說不要 警察基本上他們這個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他們一旦不順著議員的議 可能明天他們就會被三預算 或者是被修理 可是檢察官不會 因為檢察官不用去議會 會受到那個議員的質詢 檢察官也有身分保障 今天我做下了這個解剖的決定 我不會因為我做了這個決定 我就被議員修理 所以我覺得 就是提到的這件事情是說 的確在相驗有的時候 真的會有一些民代想要關心 可是他們不敢找檢察官 因為檢察官有這樣的一個司法的屬性 那但是如果檢察官一旦變成行政官的話 可能接下來就會面臨這樣的問題 那我就是做一個小小的補充 謝謝 謝謝三位法官跟檢察官 很精彩的解釋他們的日常生活 以及大家常會有的一些偏見 我們還是要開放給現場各位朋友提問 我們收三個問題好不好 有沒有朋友要提問的 一個 兩個 第二個問題 然後 有沒有第三個問題 你第三個問題 OK 好 1 2 3 非常感謝學姓處給我們這些人 可以有機會跟計程法官 跟檢察官有一個對話 那因為我本身在教學現場裡面 就是剛剛檢察官有提到說 那個精神疾患的問題 那因為我在教學的時候 有跟孩子們提到那個責任能力的部分 那因為裡頭就是必須要提到那個 心神喪失到什麼樣子的狀態 缺陷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那法官們在那個整個判決過程當中 因為它有可能涉及到它是無責任能力 跟甚至是限制責任能力的 那那個取決於那個點 是來自於醫生的診斷 要到怎麼 要如何判 就是說要在判斷過程當中 是以醫生什麼樣子的診斷 你們再去做那個判決這樣子 我想就是先回饋一下三位今天 就是 因為我對就是 你們的生態非常不了解啊 平常也沒有機會接觸 所以透過你們今天分享 就是我收穫很多 那我相信說 如果 司法界有更多下面這樣年輕人 應該是未來會是很棒的 就是 有看到一些希望 可是我同時也要就是 以一個冤案家屬的身分 就是要給你們一些回應 因為剛剛聽起來是 我是聽到的是 很多是你們碰到的困境 就是現實的狀況在這個系統 在這個制度下 你們受到的一些 比如說人力上的問題啊 就造成一種好像弱弱相殘的狀況 那我也非常能夠理解 不過 你們一直討論到說 就是司法不信任度很高嘛 大概 人民相信的比例只有25% 那我其實 我剛剛有想到一個點是 就是 我覺得 就是以我們自己就是 冤案的狀況來講 不然是最近 這幾年台灣有很多 重大的冤案 就是 從江國慶開始嘛 還有蘇建合嘛 然後還有 許志強 鄭信哲 還有陳隆琦這些案子 這樣 他們都是其實一直被 很多NGO團體營救的案子 那這些團體其實他們 就在某個程度上 會和現在的司法體制成為一種抗衡 對你們的 就是好像是 好像在玩個遊戲一樣 就是 司法人有他們的角色 可是NGO他們做一個 冤案救援組織 他們有他們的角色 然後就成為一種角力 然後透過媒體的報導 還有就NGO 他們也一直會做一些活動 你們覺得 社會大眾會有什麼想法嗎 就是在這個過程 這樣一來一往過程 然後 我們社會大眾 就是成為一個觀看者 我們這樣去看 我們當然會覺得 對司法會有一些質疑 這是自然的 所以我覺得 作為一個司法工作人員 你們自己的角色在 當這個狀況下 你們要怎麼就是去回應 回應說 你們這些原案 因為它是事實 對 你們的角色你們的聲音 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發現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司法界是小 沒有聲音的 你們的沒有聲音 會讓社會大眾 有什麼想法 就是我覺得 你們要去思考的 然後第二個是一個問題 就是 我想要了解一下 因為不好的法官 和不良的檢察官是有的 我想要知道說 你們在座三位 對於這個部分 你們有什麼想法 就是你們 你們是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然後你們覺得可以怎麼做 你們覺得社會大眾可以協助什麼 因為有時候你們是自己在那個系統裡面 你們要做什麼很困難 那你希望就是 你們想要釋放什麼訊息 就透過今天這個社會對話的過程 讓在座的大家就是 可以去思考 或我們可以做什麼 去針對這個部分去處理的 謝謝 我的問題比較簡單 就是跨國案件的難度 遇到這樣的難度 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解決 應該說去找答案 好 那三位講者就是 依你們能夠回答的簡單的回答 好不好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兩分鐘 好 那謝謝各位朋友們提出來的問題 好 那首先關於老師的話 就是在場有好幾個老師 那那個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我也常到校園裡面去 做那個義務的那個宣講 然後基本上我都是請自己的假 然後沒有收鐘點費 所以如果各位老師如果有需要的話 會後也可以來找我 那 剛剛提到那個責任能力的問題的話 其實相當大的程度是需要仰賴鑑定 那鑑定的話 我們現在一般的標準流程 就是送到精神科的這個專科醫院去 或者是醫學中心的精神科這樣子 那 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曾經有一個被告 他就是一般小的這個案件而已 各位可能覺得這種很小的案件 但是 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對任何一個人來講 他可能一輩子就上法院這麼一次 所以基本上身為一個司法官立場 我們會盡可能的去讓他 就是得到所有我們可以用到的資源底下 去讓他來調查法院事實 那 他一樣他就抗辯說 那個他吃了藥什麼都不了解 然後都昏昏成不曉得去偷東西 那我們就送去那個鑑定 那那個鑑定的結果就是說 嗯 基於兩個理由 認為說他那個時候 那個責任能力完全是正常的 第一個理由 就是說因為他偷的東西 是那個自助洗衣機的那個錢 各位知道那個丟進去又其實錢很不好弄出來 所以他有用一個彎曲的那個工具 還可以把它黏出來 所以這是需要有很高難度的 所以如果照他所講 吃了那個斯蒂諾斯 那個昏昏沉沉的 這種無意識的情況下 不可能做這個動作 然後第二個 他當天是騎摩托車去好幾個洗衣店偷東西 然後車牌有遮住 然後他也穿雨衣 那天是晴天 所以醫師就認為 基於這幾個理由 他應該是那個精神狀況 正常的不得了的人才 曉得做這樣的隱匿自己的這個狀況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部分 雖然說各位聽起來 這些理由好像不用送到醫院鑑定 好像用常理就可以推斷了嗎 乍看是這樣 可是事實上我們現在講求這個科學證據 就像剛剛政法官講到 那個也是呼應第二位朋友講到 就是現在包括我們在國事會議裡面 都有強調就是科學證據這個重要性 那可是各位也可能要先一個體認 就是說科學它是會有一個極限的 特別是科技是線性基本上越來越進步 那所以如果你隔了20年後再往前看 20年前的一些鑑定 也許就會有新的技術或是更高的精準度 那可能就會發生不一樣的結果 就好像在美國也有把過去70年代80年代 經過譬如說當時只有血型鑑定 或是很粗淺的DNA鑑定的東西 結果再重新鑑定發現它是冤枉 這是有可能的 那所以但是我們任何案子 不可能這樣放著20 30年等科技進步 而且進步以後還會更進步 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所以我們只能做當下的判斷 所以當下的判斷只能夠就是窮盡當時 那我們當然判斷可能會是錯的 但是我想就是說單純以一個事後諸葛的立場 來說這個是不正確 我想這個可能也是就是有一點太過於責難 因為真的不是神 就像書記河岸禪送那麼多年 對不對 如果我們是包七天一樣對不對 日審陽夜審陰觀落陰 就直接問無名漢夫妻不就知道誰殺的 還需要來來回回發回這麼多次嗎對不對 重點就是做不到 那所以只能以現有的證據來做一個取捨 那剛剛有朋友提到這個 那個不好的這個司法官退場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非常贊成不好的應該退場 可是我們在講退場以前 可能要先界定什麼是不好的司法官 就像大家可能也都有去看醫生的經驗 有的醫生大家覺得他很好 因為他開來都是特效藥很重 一吃可能吃三天 剩下藥不用吃就病就好不用再來 可是有的醫生他可能開的是不傷身體 但是效果就很慢的藥 可能你要回診兩三次都看不好 那所以你就知道就是好或不好 其實並不是你這麼直觀去 可以從一些這種 就是不需要眉膏的地方就去判斷出來 就好像有些法官他開庭永遠都刻刻氣氣 然後當事人要求什麼 他也都那個從善如流 可是我只是舉例 不代表這個 可是你可以去看他的判決的品質 或是他整個調查證據的步驟 其實他不見得就真的是一個好法官 所以其實要讓不好的退場 這個大方向我想各位夥伴跟我們都認同 只是說到底要怎麼樣把真正不好的抓出來 我想這是一個問題 像現在民間蠻多人 特別是有民間施改的這個團體 非常care那個法官開庭的態度的這個狀況 事實上會凶你的一定是不好的法官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可能要再更精確的商榷 所以我認同開庭絕對不能夠胡亂發脾氣 也不能夠凶也不能夠酸當事人 只要損害你的那個人格尊嚴 我覺得這個都是現在法治國家應該禁止的開庭的態度 可是各位想想看 大家都大概都有念書 學校有訓導主任 現在叫學務主任 請問訓導主任扮演這個角色 他可以不具有一定的威夷嗎 不具有一定的這個兇的程度嗎 這不可能的嘛 各位想想看如果今天你來 我說對不起啊你有沒有殺人啊 來請喝茶真的沒有殺嗎 好像有耶 各位我這樣的問案十個被告殺了 哪一個人會回答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做這個工作 難免有的時候就是要扮演黑臉 所以有的時候那個兇 或者是超過那條際線真的很難拿 就好像麻辣湯 不麻不辣就不叫麻辣湯 那所以坦白講 會坐在法台上的人 就是要承擔這個使命 所以如果各位真的有機會進入法院 對於我們的開庭的態度也就是多一點包容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有太超過的地方 歡迎各位隨時提出投訴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都是我們值得檢討的地方 司法永遠不夠完美 我們希望司法可以更好 這樣謝謝大家 好那我要就很簡單的回應一下 那那個第一個責任能力的問題 我是想到一件事就是說 因為責任能力在判斷是判斷這個人的行為 就是例如說我在3月1號的時候我去偷東西 然後我5月1號的時候去開庭 我5月1號的時候我可能有思覺失調 不代表我3月1號那個時候有思覺失調 所以要判斷行為能力 不是啦判斷責任能力啊 就是在他行為 你要你必須要 他最困難的就是在於我們通常都在事後 要回去檢驗他在做這件事的當下的精神狀況 這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如果說這個人他在偷東西的當下 那一陣子他有去就醫 那說不定我們調他的病例還有辦法判斷 問題是如果他那段時間完全沒有去就醫 我們要怎麼去判斷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很困難 不只對司法人來說很困難 對醫生來說也很困難 那我們只能從一些佐證 例如說像我剛剛提到的那個例子 其實那個例子後來我有發函去問醫院 那因為他說他吃那個藥會夢遊 我就問醫院說這個藥會不會夢遊 醫院說不會 好那我可能就選擇不裁信他的說法 那例如說他可能去偷東西的當下 他是開車去的 他說我從我家開車去 從他家開到那個地方要20分鐘 而且中間要轉很多彎 一個夢遊的人有辦法 有辦法開這麼複雜的路嗎 之類的 有時候我們就只能透過這些周邊的一些狀況去判斷 對所以說責任能力的確 他會很強高度的去依賴醫院的判斷 但是有的時候還要取決於他當下 就是行為當下有沒有去看醫生 然後有沒有一些佐證可以去推論 第二個就是提到冤案這件事情 其實我從大學的時候 我就有看過五彩青春這本書 所以我一直都 蘇建合這個案子 我一直覺得他是 在警察搜證那個時候就出了問題 他最大的問題在於第一線的搜證沒有做好 例如哪把兇刀到底在哪裡 始終都沒有找到啊 那如果第一線警察採證就把現場弄得亂七八糟 你後面不管N個法官再怎麼樣努力 都沒有辦法還原事實 所以我覺得之所以很多冤案 他當然不是每個冤案都這樣 但是蘇建合這個案子我認為是第一線 第一線搜證就出了問題 所以我沒有看過所有冤案的所有的捐證 所以我不方便評論 但是我個人會覺得要 我會比較希望是說 這些冤案給我什麼樣的借鏡 讓我去工作的時候我要注意什麼事情 那我現在就是 我覺得我現在能夠做的事 我去避免至少不要讓我手上的案子變成冤案 那我要什麼避免呢 就是第一時間我就要盯好警察 因為你知道警察為什麼他們這麼急著想要破案 為什麼警察這麼急 為什麼以前的警察不重視現場的採證急著要破案 因為上面給他們的壓力啊 警察的績效壓力或是破案壓力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作為檢察官的可以怎麼做 我就是跟他說等等喔 你現場這邊要給我採喔 那邊要給我採喔 像我之前相驗一件殺人案啊 我就跟他說死者的手機去給我找出來 把他所有他生前跟什麼人聯絡通點全部調出來 就是第一時間我能夠保全什麼證據 我就盡量去保全證據 然後盡量讓第一時間的蒐證可以去確保 因為只有第一時間的蒐證做好 後續才不用浪費那麼多的時間 纏送那麼多年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說 原來對我來說的歧視是這樣子 那第三點就是不好的法官跟檢察官要怎麼處理 我覺得要先界定什麼叫做不好的法官跟檢察官 就是您覺得不好的檢察官法官是怎麼樣的 好 謝謝喔 所以說可能這位朋友他認為說 就是沒有監守無罪推定的法官可能就是不好的法官 可是因為現在我們很難就是去用一個法官 他怎麼樣認定事實 或者是他怎麼樣去做證據驅捨 或者是他怎麼樣去用法律 來去做一個 來去做 去判斷這個法官是好還是不好 會有一點困難 那我留給證法官好不好 因為我不是法官 所以這個部分 對對對對對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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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好這個問題我們先放著好不好 然後那個 因為這個問題要討論會非常的久 但是我們可以先放著 然後我先回答最後一個問題 是不是有朋友問到跨國案件的部分 你指的 可不可以具體舉一個例子 金融犯罪的詐欺案件 我自己沒有遇過特別重大的跨國金融犯罪 但是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就是 例如說在台灣設假期機房詐騙大陸人 對 對 對 或者是台灣人跑去大陸設假期機房詐騙大陸人 這樣算嗎 嗯 嗯 嗯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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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